然后我想请问 圆圆是一个问题 就是您的导师 曾经让您去国外 学习优化理论 然后您学成之后 又回国推动我们国内的 优化理论的研究 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数学家 他出国之后 他就不回来了 我想这个人国有志 同次出国的那批人 很多也没有回国 但是我个人觉得 是因为我当年出国的时候 是完全是组织上安排 送我出国的 所以从我来讲 当时出国就是为了学习 为了学习也是为了报销国 所以根本没想留在国外 后来因为我是88年回国的 回国的时候当时 也有很多记者来采访我 我当时的回答就是说 一个人回家 就好像我今天做完这个节目 跟萨老师 我们两个都自己回自己家 回到家里面说 袁老师你做了开讲了 为什么要回家 就是一个人回家 为什么还要问过为什么 所以我一直是这么一个观点 回家是不要问为什么的 当然那些不回家的人 他有什么别的理由 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他们 是能过有志 我特别喜欢刚才 袁袁是在开讲的过程中 说到的一个概念 人为什么会成为不同的人 是因为选择 对对对 在很多阶段 很多关键点 你做出的选择 成就了你的人生 我相信袁老师的诉求就是 哪有数学 哪就有我的快乐 家里也有数学 对对对 同时我又能回家 对 两全其美 我的最优解就是回来 谢谢嫂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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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